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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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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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罗布传的新马很积极的,试四货集的,第一货集正常上,第二货集都不差的了,有些速度的了,第二货集,第三货集就试得好的,不过时间比较慢的,第四货集就,我先看看,第四货集都OK的了,大致上来说,这些是线路达菲试的那些集,大致上都是试得不差的,好的了,OK的,不是说很好,我再说一次,一件不是很好,但是OK的了,线路达菲也是一样,不算是很好,但是都OK的,线路达菲有些速度的了,有一货集, 就是这样,对了,妙玲珑很久没跑的了,三货都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的,赢得自然都试了一货时间比较慢的,也都是没什么特别的,还有一个利遣天下,这只马上次有追的,这只利遣天下,今天试一货集,不好不差,我怕它比较被动一些,那货集不好不差,不要说其他了,那我自己觉得线路达菲就不差了,这些集是不是很好呢,不是很好,但是一点都不差,缺一件也是一样,不是很好,但是一点都不差,赢得自然就比较普通一些,还有一个叫妙玲珑也是比较普通一些,利遣天下不过不失,就是说一件都是一样的,不是很好, 是怎么说的,利遣天下,它又没什么加速,没什么退的,好了,讲第四场,第四场呢,天分高试了一货集的,就没什么考验的,就是正正常上没什么考验的,另外,还有只花好月盈,今天缩程的,上次我也有选它,但是它没跑过一千米的,它没跑过一千米的,但是它试过货集呢,我觉得它试得OK的,就是试试得都算是好的,我看一下它是不是加眼罩的,是加眼罩的,它试这货集试得好的,没有了,只有两只马试集,就是花好月盈, 还有这只叫天分高,讲多次啦,花好月盈,加眼罩缩程,试集试得好的,其实它贵初都试得好的啦,上次都跑第四不是差啦,过去没跑过这个路程啦,另外,那只叫做天分高,没什么考验的,就是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啦,第五场夺了第六场,第六场,那这只海旋星呢,又是试了四货集的,罗富泉的新马,刚才那只有四货,这一只有四货,那这只马呢,就比较特别一些,头那两货我都觉得好的,美那两货呢,我觉得OK啦,就是如果你说以严格来讲,这只海旋星呢, 头那两货呢,我觉得吸引一点,美那两货呢,就OK啦,就是不差的,还有呢,它又试集呢,就,最后那货他才加眼罩的,反而那货呢,我觉得就OK啦,就不算好好啦,但是OK的,不算好好,OK的,但是他就想着,他就决定加眼罩啊,是啦,那就讲了这些重点啦,头那两货我觉得吸引一点,美那两货呢,不差,不够呢,不够头那两货的感觉那么好,而他美那货加眼罩呢,我自己觉得呢,就OK,不差,但是我又不觉得好好啦,是啦,就是不差的,但是不觉得好好啦,是啦,就是不差的,但是不觉得好好啦,是啦,是啦,就是不差的,但是 我现在的金牌啊,整天都不放的嘛,那今天加眼罩,试货杂呢,就放回前些来走啦,那看一下他会不会放回啦,贵初我不是说他有一货杂呢,就不知怎样卡了一东西,扁了两东西,出来跑又不放又不胜啦,那今天有些加配备啊,试两货杂,放回前些走啦,不过我觉得呢,这些杂都是不是说好,就是不是说好吸引啦,是啦,就是普普通通啦,勇创派对呢,就转马房的,呃,两货我觉得都是比较,是两货,是两货,两货都叫做保持住普普通通啦,是啦,啦,还有一只人引之宝呢,上次我� 带过去,但是这些人引之宝呢,来一只人引之宝也无法去聽它啦,是不是呢,今天试过货杂呢,试直路杂呢,他试得好的,好啦,就是黎超星今天刚才那张花好月形跟这只人引之宝都试得好的,是啦,看一下他就怎么跑啦,这个马房啊,频频被人拉倉走的,是啦,这个马房现在就真可憐啦,就是猜不到黎超星会录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啦,好啦,那第八场啦,第八场呢,比特星呢,就试了货杂,呃,小小反应啦,不是说好啦,小小反应啦,不是说好啦,小小反应啦,另外,还有一只叫做宜竞力的,又是 我决定播片了,多谢各位请你吃烟,多谢各位请你吃东西 各位 马尾佬又好,欢迎又来到这门的频道 今天當然要跟大家說一下 在10月30日 馬會在拜活谷安排了8場 谷草夜馬的重點報告 各位還未訂閱Layman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免費訂閱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去支持這個講真心話的 真真正正的賽馬台 今天Layman的頻道 在第七場的賽事 跟大家選了4隻馬 但那隻喜連勇略 轉彎入直路 跪了一下 Layman選的幾隻馬 都全部受了 差點墮馬的喜連勇略 第一受害者 就是那隻叫做見測群鷹 那隻我做到 也被迫 就兜了一個大框回來 那這一場馬 就意外多多了 那就沒辦法了 跑馬就是一個高風險的遊戲 在這一場馬就可以證實了 其實阿布文沒有跌下來都算很厲害 這隻喜連勇略 說回第一場 第一場 試襲試得好 那隻叫做健康之星 其實今天都蝕些步速 中段已經踩上來 四隻馬平排過終點 但是Layman選的四隻 有三隻就跑了二三四 回來了 就給一隻試襲 我都說他好的 不過就是一隻叫做神經都的健康之星 今天出奇意料跑得這麼好 只能夠中得 位置Q 三重賽 跑二三四 比較好的 昨天就在事前Live 就跟大家說那隻頭駐的冷馬 那隻荒唐武士 那隻叫做順利贏回馬 不過就被人打劫 即是開跑我看到還有八十多元 好像跑完現在只剩下五十三元 又不見了不知多少十個百分 另外試襲馬那方面 昨天跟大家播片的花好月盈 那麽今天戳過眼罩 那麽肅情樂一千 那麽黎超聲一個這麼矮的馬房 都叫做保住條Q 那麽重點播片試襲馬兩隻 那麽都叫做花好月盈 就力保不失 那麽另外頭駐的冷馬 就荒唐武士 就被人打劫到五十三元 那麽比較失望的 就是Layman那隻頭駐馬的年年勝利 那麽上次看他轉了尤達榮馬房 那麽比Layman當日選那隻飛躍海船 那麽只選一隻馬 那麽就贏了 那麽看到他的走勢也不錯 那麽今天好像有些走了樣子 可能要看一下賽後報告 那麽有些什麽說 那麽另外今天有一隻馬 都是跟大家試過去見他 試襲有進步的 那麽連續中了兩次的 那麽上次第三次好像失了車的 那麽是江輝所遠 好像叫江輝所遠 那麽今天釘出外蕩追 其實就收慢過終點 稍後時間我們看一下賽後報告 看一下這些馬 為什麽會跑得這麽差 那麽因為明天又排位了 所以那些賽後報告呢 我都是要盡量去做得精簡一些 時間就只有這麽多 一個人就做不到幾多事情 那麽說回第一場 為什麽這麽文簡那隻 是掌聲 起勝威龍 勁俊區 那麽也是跑二三四 就輸了給這隻神經刀 撿拾檔 今天其實他講報速來計 第一場健康之聲 其實他在中段踩上來撿拾檔 其實第三段時間都快的 他是浪費了點力的 所以今天給他劏了 他試集也明刀明槍做給你看看有走勢 那麽今天給他 洪海敬那天的課集 就跟大家看過 洪海敬已經贏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洪海敬 我先看那課集 給我一點時間 我真的不太記得 洪海敬那課集 洪海敬 對上次賽事就贏了 今天這隻健康之聲都贏了 給他劏了 他突然間交出水準也沒辦法 他都算是明刀明槍做給你看 再加上高東來今天 那條線路的馬 就頻頻搏殺 掌聲繼續交回他的水準 都追得很厲害 其實輸得很少 至於你說起勝威龍 諾斑什麼重磅的勁進區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 一個頭位回來 決勝負 那麼 比較 呃 比較意外就是那隻波爾多 今天十一檔 他都追了第五回來 另外就是比較失望的 臨場都有諾菲的陸續光芒 那麼今天其實的步速 第一段已經慢了 那麼 第二第三段快點 回來就輸三個馬位 唉 真是不好意思 天氣一凍 其實阿里文都有點病病 那麼說回第一場的賽友報告 那麼 贏馬的健康之星呢 250米 艾道拿呢 就跌了條邊的 那麼 200米呢 其實這隻馬一騎下去呢 都有點耐閃呢 又被人撞到失了平衡 那麼 另外 發覺呢 贏了馬回來呢 也都不見了一隻鞋 這隻健康之星啊 那麼 掌聲呢 那麼中段呢 曾經試過有些搶口的 賽後呢 被人檢驗的 好了 那隻喜勝威龍啦 那麼今天升班啦 穩田雞啦 那麼 上到來呢 其實都夠跑的 其實現在那頭的那四名馬呢 是彈開了後面的波爾多 啊 後面那些馬的了 那麼 那麼喜勝威龍呢 就200米呢 就 啊 被 內閃那隻健康之星呢 撞了的 那麼 那麼 勁駿呢 就貼著條內欄 我看到潘頓都打 他都打得挺厲害的 可能這隻馬又小顆啦 我都說過啦 另外什麼那麼重磅 不過他輸的距離都是很少而已 你輸一條頸都沒有 是啊 那麼 那麼 波爾多呢 在外檔出閘呢 就被外邪的健康之星 撞了之後 就切入呢 就縮著追 那麼 聶景追飛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了 那麼 試襲試得不錯 但是一出呢 就跑1650呢 其實他最後那一貨集有追的嘛 這隻江輝所願 那麼 那麼 初跑1650 初跑快會谷呢 現在都是輸三個馬位的 那麼 就聽一下他的報告了 出閘其實呢 江輝所願慢了 那麼 那麼 15米的時候呢 就在香港精神 和健康之星呢 之間呢 有修慢過的 這隻初出的江輝所願 啊 當時健康之星呢 就來邪呢 跟著騎士就修正 小組就譴責贏了健康之星的艾道那 那麼 閃亮老窩呢 執外檔就全程走外疊的 好了 看看這隻陸續光亡 為什麼那麼失望呢 賽後 艾少禮跟大家說 他說賽前想著呢 給這隻陸續光亡就放的 他說 但是早段呢 步速呢 就比標準時間為慢呢 而這隻馬又走了外疊呢 他就要呢 就給這隻馬呢 陸續光亡展步上去放呢 賽後檢查呢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了 退出了那隻馬那些就不要說了 好了 第一場的賽後報告就講到這裏 今天就講第二場吧 那麗文貴初就說他試襲試得好 我記得是跟那隻叫做家應什麼試的嘛 即是那隻差點爆打給 五彭智呢 就被大志尊擒過那隻 如果我沒有記錯啦 那麼 贏科超影連續兩三場都跑得好 那麼 今天終於呢 這隻老馬十二檔呢 只縮了一條直腦呢 恐一聲呢 那就十倍就贏馬了 但是今天呢 改跑法的 紅星勇士呢 臨場落飛十一檔呢 也都是後上呢 就衝上來的喔 那為什麼兩隻馬 贏科超影 紅星勇士都是衝上來呢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這一場馬呢 有一些 馬在前面就走啦 變了拉快了個步速啦 因為有隻全神貫主呢 就1200-1400上來的嘛 上來1650的 變了拉得快些步速啊 聲雲浩神又在前面走啊 變了呢 就益了那些後上馬啦 贏科超影 贏馬後上 紅星勇士改跑法 落飛後上 啊 今天這隻海旋七福 上次我都跟大家說啦 賽後報告 這隻馬其實追了很多的 上一次 但是落腳真的很慢的喔 但是今天這隻海旋七福呢 一早就已經快步速守著 四五位呢 就好像前速變了第二隻馬那樣的喔 他又沒有什麼被變動的喔 對了 今天呢 就12倍 爆了個第三 那無敵精英呢 大家看看吧 這隻馬阿巴道呢 在五百米過外就已經發力了 其實回到來都很有威脅的 現在和海旋七福只不過半個馬位之差啦 但是早了用力 最後那幾步就差一點啦 另外那隻勇冠王子近這幾場 經常跑得很近啦 今天也是快步速一早守住了前面的二三位呢 那今天也是輸兩個馬位左右的喔 至於呢 那隻好熱那隻架勢奇巴呢 啊 這次上次都說的啦 這隻馬唯一一場入Q呢 就是中段變咒走上來的 上次爆懶呢 整班傢伙在那裡發夢呢 開過1分18秒左右的步速 我看看是不是1分18秒 就是那些叫做跑馬的時間 還慢過神操啊 1分18個半啊 一分18個都不夠啊 還省多五毛錢給你洗啊 那叫做上次就弄了一條Q啦 那今天有沒有1分18個半給你變咒啊 那當然沒有啦 那有全神灌珠啊 那些什麼星雲浩藤在那裡 開到1分16個幾呢 那這隻架勢奇巴呢 就變都沒有得變啊 那現在跑第九回來了 那就沒有啦 那看一下賽後報告有什麼說啊 常常感恩轉了蘇偉賢呢 那麗超星差點又被人爆樽了 那現在輸2個馬位的啊 那這隻真的有些進步啊 那贏科超影大外檔贏馬就切入的 去到700米就要收慢的 那隻轉跑法的熊星勇士在外檔呢 也都是縮在後面切入啦 那直路轉彎呢 也都熊星勇士受困不能望空啊 那那樂菲的中逸禮就表示啦 不知道中逸禮自己有沒有落啦 那騎士又不給落的呢 你不要亂說啦 那他說呢 那他說呢 他收到的指示呢 是盡量擺前來跑的 那現在為什麼去了後面 後上入Q樂菲呢 那這些就是馬長腐乳得啦 那他自己都說呢 徐宇石叫他擺前一點來跑的 那他說 但是坐騎呢 那個前速呢 就不可以這樣做啊 那因為剛才都說了啦 這一場是1分16.2的嘛 第一段又快 第二段又快 是第三段才按慢嘛 所以呢 他想擺前呢 都不夠速度擺啦 那中逸禮就這樣說啦 好啦 那但是突然間擺得好位的海船七幅呢 哇一早跟上次呢 在後面好後追上來 好像變了第二隻馬那樣喔 早段就內閃呢 在智聖龍後面困境的喔 今天十幾倍就剷了進來喔 無敵精英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我只是覺得巴道呢 早了就扔出去啦 勇冠王子今天也都守個位 守得好了啊 好啦 那領頭先驅啦 整天拍著那隻前馬房那隻 這樣的架勢奇巴一起跑的 都不知遇到幾多次頭的啦 那就是診記憤果啦 那在外檔出閘呢 這領頭先驅就一般的就切入的 700米之後有搶口呢 那要收慢避開起步為家的啊 現在都是輸兩個馬位的啊 這隻領頭先驅啦 常常感恩就出閘一般的 好啦 架勢奇巴啦 那上次變咒就變得好啦 對上那次入Q呢 就是周進落萬步速變咒的嘛 一輩子人就是 只有兩場變咒入到來的 那今天變不了咒啦 起步無奈呢 就在智聖龍啦 和略為向內邪跑的聲雲浩騰之間呢 這隻架勢奇巴呢 都被人逼的 賽後報民就說呢 坐騎直路彎呢 就擺在勇冠王子裡面的閘位 不過他是有一點點被人阻的 那其後呢 就沒有望空呢 就有立備的啊 那所以呢 就失了步運的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如果可以發揮到 他那個慢步速變咒呢 就比較適合這隻馬 但是今天的步速呢 那好像呢 這隻架勢奇巴呢 就有變咒的能力 但是就沒有變咒的機會啊 是啊 就好像上次這文分析那隻叫大力猴王 那樣啦 好啦 智聖龍啦 抵達馬場之後呢 就有擦箱的 獸醫說擦箱就擦箱啦 跑得就跑啦 適合出賽的 起步不久就被人撞 賽後潘頓說呢 賽前想著呢 就盡可能找遮擋的智聖龍 那潘頓就說啦 他說坐騎有搶口啦 那跟著這隻馬又有喘名證呢 他不想過往有喘名啊 他不想過度約束這隻馬呢 就盡量擺有遮擋的位置啦 那潘七就說啦 就是智聖龍啊 他說持續搶口的智聖龍呢 就擺在領方馬的外面 接着直路上就已经退了 原来马真的有扯虾 全神贯注又没什么 星云浩腾赛后艾道拿哥哥说 坐骑早短没有遮挡走了外谍 中短就吹拆直路上就已经退了 大败而会 小组也是说那些 什么难以接受 好了 看看第三场出了没有 第三场没出 那跟大家讲第三场的赛后报告 第三场的赛后报告 就关乎这支添喜运 爆了一场冷的千四 然后就 今天就在贵内拿到他的第二场头马 但是步速是比较慢的 所以就一放到底 那里文都说他试习试得好的缺一剑 今天收拾了个八档 也都赚了个步速就跑第三的 那妙玲瓏 其实这次是妙玲瓏十二档啊 另外试习又不是说试得特别好啊 那今天呢跟着个四五位回来呢 都跑到个爆冷的第四哦 那这一场 为什么你不说第二的那一场呢 那这一场这么慢的步速呢 今天高东来马房啊 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嘛 这只加州得力呢 季初被人阻了一场啊 即是 那里文 有选过一场卓越善风那一场 好像是吧 那今天这一只加州得力呢 嗯 蝕了个慢步速呢 那其实没什么马追得好啊 在这一只追得相当劲啊 那另外还有一只呢 就是罗富全初出的线路踏飞啦 那做了四货集 那入到直路呢 左塞右塞之下呢 现在都是输过一个马位的啊 是啊 那电讯嬌阳 近了两场之后呢 其实今天都有追的 那这几只就是蝕了些慢步速的啦 就加州得力啦 那包括线路踏飞 又蝕步速又失车又初出啦 那电讯嬌阳呢 就是上次有追 那今天都蝕步速 都有追输两个马位的 那好了 那说回我的重点报告啦 那添起运起步呢 有些外邪的 那被人撞到他后面 直路骑下去呢 都有一些内闪的 那艾少女一百米呢 其实一度对坐骑的马鞍前面呢 就用边呢 就被人警告的哈 那加州得力 起步无奈呢 就内邪 被人撞到失平衡的 那缺一剑 初出跑第三 没什么特别的 好了 妙玲龙呢 没短呢 就向着 线路踏飞呢 就有些邪跑 跟着 騎斯呢 就修正的 跟着呢 就跟加州得力呢 就邪跑呢 大部分走外跌 就没有遮挡的 其实今天就环球英雄呢 就四十多倍呢 那跟着 五六位 回来都是五六位的 那除了 一二三四五六名的话呢 是只有一只加州得力呢 就不是放在前面 就可以跑到进来的 好了 那初出那只线路踏飞了 起步无奈呢 就在财进加州得力之间就逼的 当时财进呢 有些外邪啦 而加州得力就内邪呢 继而艾道拿呢 就收正的 被人查详 潘顿呢 那潘顿就说 赛前呢 他想着 这一只线路踏飞呢 呃 希望他快点呢 尽量跟前一点的 他说呢 但是这一只线路踏飞 起步呢 就被人家擠逼到哦 那跟着呢 就没能够摆到前面来跑哦 那潘顿就说啦 因此他早短呢 用坐骑呢 就摆在环球英雄 头面有遮挡来跑 潘顿啊 再说啊 他说坐骑直路呢 吹拆呢 其实走势就自乱的 在二百米呢 就在环球英雄啦 和内邪的金磅之星之间呢 就没有望空到的 他说啦 因此他要收慢了这只线路踏飞呢 再拉到他金磅之星的外面 但是这只初出的线路踏飞呢 就持续要拉到他那只叫做另一只初出的缺一剑外面 外面网空呢 其实他一旦网空了呢 潘顿说冲得不错的 是啊 那变成了这只马初出呢 就想摆前些就摆不到啦 拿位就摆得不顺啦 拉出又再拉出啦 那都是输一个马位的啊 那电讯叫羊舍部速外档呢 就在马群撤入呢 那都有追的 那财进都惯了啦 整天都是内闪的啦 好啦 金磅之星啊 这只马都挺失望啊 几次都是这样啊 放在前面回到来没什么的啊 那去到一百米的时候呢 就一度在缺一剑那里呢 有一些擠逼的 赛后田泰安未能够呢 就对这只金磅之星的表现呢 提供任何的解释啊 但是兽衣去检查又没什么特别的啊 那赢得自然又没什么的 利显天下呢 起步不久呢 就在金磅之星擠逼的时候呢 就有些收慢的 当时那只金磅之星呢 就在苗玲龙带来跑的时候呢 就有些啊 避开那只马啊 好啦 那上次已经是试习试得好 出来是交不到的高分数呢 那今天又换了人啦 拖后一点啦 回到来一样是交不到的 这只马就是健康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事啊 那一出来的时候呢 这只高分数呢 就在环球英雄啦 和添喜运之间呢 有立避的 那当时呢 就骑士都努力阻止了 但是赢马的添喜运呢 有些外邪 兽衣原来检查这一只呢 今天又这么失望的高分数呢 原来内窥镜有很多血啊 是啊 就是这只马上次跟着那个位回来呢 就健康的检查没什么啊 那今天呢 就终之有很多血啊 这只高分数 好啦 那今天说到第四场啦 那终之呢 高东来马房 今天什么都可以的时候呢 这一只整天跑得近的 那潘顿继续帮他骑的聖曼金呢 是一个叫做 又不算快又不算慢的步速啦 那一放到底啦 那里面那只试集马呢 即是黎超声马房呢 就没办法啦 那输了给这只 呃 由四班 落了五班 长长近的 聖曼金呢 那这只花好月盈 不过花好月盈 本身都是落班的 不过他就不是跑一千的 他跑一千二 就缩下来呢 那便输了给那只 聖曼金都没得说啦 即是高东来今天就什么都可以的嘛 那天份高呢 那试集没什么走势 今天十一档呢 回到来如果不是黎智雲大师 发挥这个天份高呢 有些片来片去呢 这只花好月盈 可能连Q都没有的 可能都是得第三的 如果不是黎智雲大师 其实天份高 那电路10号呢 就是一只追得挺厉害的马来的 是啊 今天刚才那些什么 线路啊 电路啊 高东来啊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有些关系的马房呢 很多马都跑得不错的 那同满满啦 就是赚了一些步速回来 捱不到最后几步呢 就跑过第五啦 是啊 比较失望的 尤达荣马房那只 连连胜利啦 那黎智雲都选了他头驻马的 那看到艾兆礼呢 就出门就没了那么快啦 那回到来都骑得都 挺厉害的 但是那只马就没多少啊 不如我们看一下赛后报告 那怎么说啦 先看了这一只呢 就是连连胜利啦 赛后呢 接受检验啊 没什么特别的啊 赢马的赛晚金 没什么说的 好啦 花好月盈呢 就250米呢 就要避开呢 那只内斜的天份高呢 因而就在转色奥场 后面呢 曾经有困境的 天份高 被人查一下 黎智雲大师啊 黎智雲大师啊 那大师就说啦 他最后150米呢 开始骑这一只天份高呢 但是坐骑就外闲啊 那变了呢 这只马就 直接是打斜的 篩了出去几叠的哈 那黎智雲啊 和小组呢 就认同小组的看法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应该呢 较为实际 近早呢 要停止吹拆 和要修正 这一只天份高啊 那黎智雲又说啦 他重新开始再力刹 这一只天份高到终点的时候呢 那就脱了姜誠啊 是啊 大家都觉得黎智雲的騎工 是吧 叫得智雲大师 当然是大师级啦 哈哈 那小组呢 就 告诫一下 建杂騎司啊 信息一下 要确保他呢 到计看他的 他就算是租得勁的一隻 起步無久這隻電路10號在銅滿滿和花好月盈之間勒備過 當時銅滿滿被廚師法版帶外跑 而花好月盈被人撞到向內跑 在300米的時候在圍斜跑廚師法版裡面 緊迫勁跑要收慢 這隻電路10號 銅滿滿經常有頭沒尾 起步無久就被人迫 在300米有點內閃 霍雲星伯哥也要停止吹刷和收正 連連勝利也說了很失望 沒什麼特別 電子晶彩出閘一般 向外斜跑和觸碰到花好月盈的後面 弄得有點內斜 而這隻電子晶彩在電路10號和花好月盈之間勒備 到50米開始以街勢衝刺的時候 就要收慢 再拉到鑽式牧場 再望空 好啦 上次撿好檔 雷文選擇了做冷門的飛躍海旋 還是頭駐馬 忘記了 就中了 今天一見到撿這個檔 就不選了 上次輸了 然後組段就切入賽後斑德麗說 其實今天偉達的馬 不要說今天 對上那天也是這樣 很多馬都比較失望 賽後斑德麗跟大家說 他說組段的時間 較標準時間為快 其實又不是快很多 坐騎呢 沿途都要對著對著 但是飛躍海旋直路就反應一般 他都覺得有點失望 英雄戰士沿途走外跌 好啦 經常試襲試得好的 廚師法版 下到來五班 下到來五班 現在又跑拉尾 Ika Takimasu 經常試襲試得好的 起步無奈又被人逼 轉彎又要收慢 避開友誼之階 當時友誼之階 外誼推進 獸醫檢查 跑拉尾的廚師法版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啦 講到第五場 第五場 剛才說王智雲騎得不好 最拉尾又騙來騙去 要妥善控制條姜誠 但是智雲大師這場 就做個驚人之舉 十二檔的川河首區 跑了都沒有幾多日 收拾了十二檔 今天就在內蘭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那個位置 今天他又追到上來 出資就爆了十三倍爛滿 爆這隻也不要緊 再做多一隻 香港神區三十五倍 第二隻也爆得挺厲害 構成那條連贏位也有兩差 至於補出來的智雲明區 其實今天都蝕了個快步速 跑第三 龍澤飛驅 昨天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找何澤妖 有時候就不信 方家柏 這隻龍澤飛驅 高東尼突然叫何澤妖 都頂過第四 稍後還有一場 昨天在民視前Live 跟大家分析 有那些騎士配搭都很特別的 稍後這隻龍澤飛驅 找何妖就是一隻 大家看看吧 徒弟仔中逆禮也不用 蔡明紹其實這隻龍澤飛驅 騎了很多次 兩V 兩個PACE 即是以四重採計 今天蔡明紹騎了超旺財 都頂特別 不過我看到潘頓騎 那隻都頂勇士 跑過第五 今天除了眼罩 騎得也有點傻傻的 不知道是否隻馬內閃 武林至尊又扔到外府 六支比較失望 何澤妖又沒有騎 這隻是六支 六支跟著好位 回來騎下去 哇 騎來騎去都那個位 這隻馬房 還是這隻馬 我應該說 這個馬房 都是騎來騎去都這個位 為什麼蔡明紹又不騎那隻龍澤飛驅呢 騎了這隻智王財 撿了十檔後面 輸四個馬位 其實有兩隻馬都比較特別 馬蕭雄受傷初出 鷹放就沒有放 另外那隻碧海藍天 近這兩場都沒有放頭 不要說放頭 沒有跟錢 今天又縮著來跑 又是追上去又沒有什麼可以追的 那些蕭氏家族馬房 其實就是 村羅首區也是 高東來的龍澤飛驅也是 看看那隻 碧海藍天 為什麼又沒有放呢 在600米的時候 這隻碧海藍天 被智王財撞到 就帶了去外疊 上次泥地已經不放頭 今天又是縮著來跑 又是追上去又沒有什麼可以追的 當然要看看我們智雲大師 如何爆這隻村河首區 好像沒有開邊都會贏的 在大外蕭出閘 就在馬群那裡設入 爆了個冷門 香港神區 550米 一度 在那個階段 內閃的快樂高球 那裡逼的 賽後潘明輝 就跟大家說 他收到的指示 在內蕩出閘的 這隻香港神區 盡量擺前些 那麗馬斯沈集成 確認呢 又叫他擺前些來跑 其實看回這隻香港神區 就是來香港 是前一場跟那個位 叫做 跟好 跟著上一場 就撿了個外蕩 就縮回後些 那麽今天呢 又再跟前 就爆了個冷門 那麽智雄明區 那麽有隻馬退出 那麽補回他上來 那麽蝕了個部速 就跑個第三 那麽農集飛區 為什麽要 急叫何妖來騎這隻馬呢 那麽其實又虧步速 那麽其實就 他都是五班升上來 跑多個第四 那麽 那麽 沿途呢 就沒有遮擋走外蕩 這隻龍集飛區 直至八百米呢 才鬥上去 就在領放馬外面那裏 那麽快步速都頂到第四了 都靈勇士 那麽剛才說 潘頓騎得很傻傻的 因為末段呢 就在龍集飛區 和武林之尊之間呢 就有些緊迫 武林之尊 沒有什麽特別 綠之右 沒有什麽特別 幻影旋風呢 其實昨天這隻馬 長長都追的 不過呢 追上來呢 他又不是很起眼的 今天一百四十倍呢 撿了個十一檔呢 都是追到四個馬位 其實和前面那些什麼武林之尊 都靈勇士 六支 長長近那些馬呢 都是附近回來的 那隻智王財 為什麽會 向外斜跑的 300米呢 就要收慢呢 就避開那隻呢 捱了個快步速回來呢 都走得都幾快的快樂高球 好了 迫海藍天 說了啦 快樂高球呢 今天呢 初跑谷草啦 背到一百三十五磅 好像是吧 一百三十五磅啦 那再跟著 虧了個快步速啦 那 報民未能夠 為這隻快樂高球 那麼失望提供解釋的 那獸醫檢查 亦都沒有什麽特別的 上次塞車一場呢 打開又沒有幾多 那今天跟快步速回來呢 就退的都幾快 那馬英 馬蕭雄啦 塞厚巴道說 他覺得坐其實有點不妥 所以入籍佬呢 就要收慢了 那原來呢 發現又再心律不正 那好像上次就說 心律不正 今天又心律不正 好了 超警寶寶退出的那些 就不說了 那其實這場馬蕭雄說 蝕快步速而已 香港神區擺錢 都是蝕快步速 智永明區也是 龍澤飛區也是 那麼 都靈勇士其實都不算說 但是 墮得很厚 其實擺前幾隻 就回來了 唯一一隻 智雲大師那隻 十二檔 在後面 就爆滿了那隻 是後上的 是啊 好啦 今天說到第六場 那第六場呢 那羅富泉 剛才那隻初出的線路踏飛呢 就 出閘又擺不到前面 那 入籍路又左片右片 左找位又找位 那輸過來馬位呢 那今天新出的海旋星呢 那又是試四貨集呢 今天拍了一個超慢步速 兩段開到47秒 那第一段24秒 第二段呢 22.9 就是拉雲來計 你當他23啦 那 終於搞了一個慢步速呢 跟好位的海旋星就贏了 飛雲也是啦 這隻馬都是縮著追的嘛 那今天呢 見到報民神組 就對了他上去呢 那又弄了一個慢步速 跑第二 那又輸了一點點給海旋星 那 快樂奇兵呢 突然間又說換回一些配備 這兩場我都說黃寶尼呢 有一場不放都很奇怪的 那今天加一些配備呢 蝕一點步速啊 找田雞追上來呢 就爆了那17倍的第三 那千杯競典啦 執外檔啦 在這個這麼慢的步速之下呢 上次已經是慢步速了 上次慢步速也是第四啊 我記得 那今天再一個慢步速呢 又是第四啊 好啦 健康心靈就 都有一些塞車的 跑過第五啊 那另外那些 天下寵兒啦 十二檔 就叫做跟前一點 回到來 因為這隻馬走規都很生的 他就叫做 擺前一點那隻 跑得比較差啦 海旋星起步 被人逼的 沒什麼特別 飛雲被人查下去 今天為什麼這樣騎 是不是 他喜歡點騎都可以的 是不是 今天啊 方家柏說 我今天搏殺 就是喜歡點騎就點騎 是不是 他知道這場慢步速 就上去 這個是我的設計對白來的 不是真事來的 被人查一下 為什麼今天會擺這麼前啊 你知道慢步速嗎 那報文就回答大家 他收到的指示呢 盡量擺在前些 就是有遮擋的位置 現在做對了 他說坐騎又夠快 這隻飛雲 對啦 早段呢 就在領放馬呢 就後千杯競典的外面來跑呢 但是飛雲都有點搶口的 那他就說啦 他在海旋來推進到坐騎外面的時候呢 就選擇呢 就被那隻 這樣的 初出的海旋星 兜過自己呢 而不是呢 就跟這隻海旋星就鬥扯喔 因為他覺得呢 這樣呢 就對坐騎呢 中段穩定的走勢呢 就不利的 小組考慮完呢 報文大哥說過的事情之後呢 他認為這樣呢 就是合理的 小組就想過你合不合理 小組就覺得合理啦 好啦 快樂奇兵啦 過到600米呢 就要避開天下寵兒的 當時天下寵兒呢 沒有帶來就咳進去的 那 那 千般競典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啦 健康心靈啦 失車失車又失車的 那 去到150米呢 就在千般競典後面呢 不能夠望空呢 就沒有被力拆的 那麼 金會星星600米就開始就走外諜了 精英至尊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文明復星都有點追的 起步 無奈呢 就在海旋星和江輝所願之間呢 擠逼的時候呢 文明復星都有立備的 當時呢 海旋星就被快樂奇兵 大外跑啦 而江輝所願呢 就有些 就 在略為內邪的金會星星裡面 有緊迫的 好啦 健康出問題的人隱之寶呢 上次就說 略嫌他對前回來 就 保持同速啦 那麼 今天呢 這隻人隱之寶試襲 試過直路真的幾好反應啦 那麼今天也都縮回後些來跑啦 但是又蝕了個超慢 一段步速喔 回來呢 就追都沒得追 又輸三個馬位 即是又配合不到那個慢步速啦 那麼 營養之寶呢 末段就在千杯敬典後面呢 沒有被力拆的哈 天下寵兒二百米呢 就在海旋星後面受困不能望空的 那麼 事襲一般的 轉了馬房的勇創派對呢 一段陶程在江輝所縣和金會星星之間呢 就失平衡的 好啦 那隻江輝所縣長長追的 長長在裡面呢 找位的 上次失了車的 今天呢 看見他特地好像拉去外攤的哈 但是又收慢過終點的喔 啊 在這位置看著的時候呢 啊 為什麼突然看著看著不見了那隻江輝所縣呢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的喔 那麼 在六百米的時候呢 這隻江輝所縣收慢 避開快樂奇兵啊 哈 又是位大馬房啊 啊 賽後班德麗說啊 坐騎起步 不久呢 就嚴重受到擠迫 就失了平衡的 唉 買了你的朋友都心理都不平衡了 其實走勢呢 整程都走得不順的 他覺得哈 他說呢 直路上呢 對坐騎的動作呢 這一隻江輝所縣的動作 有點疑慮喔 那麼由於坐騎呢 就不在競爭力的位置呢 他沒端呢 就沒有在騎這一隻呢 扔去外面的江輝所縣啊 獸醫檢查呢 但是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喔 那麼小組又是那些什麼難以接手啦 對了 那麼 以為他健康有些事先收慢的 那麼原來呢 就是 阿班德麗覺得有點疑慮喔 對了 都很好解釋的 現在 那麼 一說疑慮就可以收慢過終點了 長長都放入面的 即是大部分都放入面的 上次都放入面塞的 今天就篩他出去 篩他出去再收慢 好了 今天就說到第七場了 這一場呢 那一場呢 那一場呢 大千眼界呢 唉 真是不 應該怎樣去講這隻馬呢 他叫做 試這集真的試得好 但是上季是贏了慢步速 但是今天呢 他就賺了少少快步速 但是沿途走外跌 其實也挺好 再配合後面有些馬又塞了車 昨晚呢 事前Live跟大家說 上次阿希偉心騎太陽勇士 蝕快步速都很近 今天的太陽勇士 臨場 駱菲都落得很厲害的喔 上次騎 首到再來的潘明輝呢 就跟阿希偉心呢 兩隻馬就交換來騎的喔 首到再來 臨場就披屎駱菲 是啦 希斯兩隻嘛 建策群英一隻 太陽勇士一隻 太陽勇士和首到再來 大家交換騎司呢 五彭治有兩隻喔 首到再來又是 交換騎司呢 潘明輝又轉了希偉心 又落飛啦 太陽勇士就 希偉心轉了潘明輝又落飛啦 五彭治另一隻我做到 這隻馬整天都懂得變奏啊 懂得一有時間賺一些報速 追上來搜回好一點的位置呢 那今天又沒有這樣做喔 那再跟著呢 上次都贏得過表現幾好的喜連勇略啦 一轉完那彎就差點墮馬 那第一個受害者 就是那隻建策群英 檢查到阿媽都不認得的 另外那隻我做到都在建策群英後面呢 就突然間就要避開一些馬呢 兜了個大圈回來呢 那現在輸兩個馬位的 那很好運呢 上次就贏了街啦 那今天呢 放進去的位置 追起來呢 追得又不是說很厲害的啊 那變了呢 臨場兩隻樂飛交換騎司的馬呢 就都交到好表現喔 太陽勇士落到六倍 就進去啦 你今天如果不是遇到那隻大千眼界呢 就 他就可能已經爆了冷門的啦 那手到再來 交換完騎司呢 臨場落胎士的 我記得 49倍都跑回第四 那兩隻交換騎司呢 都入了四重彩的喔 那好啦 看看太陽勇士為什麼落飛了 那麼過到六百米呢 一度在喜連勇略那裡呢 那裡有些劑逼的 當時喜連勇略那裡有些內閃呢 那麼 那麼 繼而是被騎司修正的 贏馬的大千眼界啦 一出來發生撞的 那沒什麼特別的 很好運啦 上次贏了街啦 那今天再減完榜啦 潘頓119都騎啦 那些飛數又落到的 不是 熱到1.9倍了 下星班 出閘就一般的 这些超好运呢 兽医检查又没什么特别 首度再来又没什么特别 好了 昨天也说过那只精英 近两场跑1650都沿途一步不舍 今天有很多马兽意外的情况之下 这只精英11档都追了第五 在有几只马出了意外的时候 这只精英追的都不错 好了 说回那只精英先 300米就要避开那只威武觉醒 就要拉出去望空 但是这只马今天真的追得不错 好了 我做到了 早段去到那只超好运后面找遮挡 这文今季已经说了很多次 何好运 超好运 旭日星 五彭志 今天这只首度再来临场落飞 就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好了 说回五彭志那只爆不到落飞的首度再来 其实都爆了第四的 都不可以说爆不到 今天我做到的骑法 早段一路都在后来跑 这只马就可以跟前一些 早段就要拉到那只 何好运 超好运 这只我做到就要立避了那只第一受害者 因为那只起连用力差点跌下来 第一受害者就是检测群鹰 350米这只我做到就要避开那只第一受害者的检测群鹰 就终了一个圈的 好了 韦特又是韦特马房的大学生 跑到1500米去到净好运的里面 跟着就紧迫竞跑了 好了 保然得得起步就被人撞的 威武觉醒一出来就撞了 350米要避开检测群鹰 这只也是一只受害的马 其实是整抽的 整抽都受害的 就是一堆的 他都有受害的 就要再拉出外面几叠的 好了 检测群鹰第一受害者 田泰安被不小心拆骑 说试远350米的时候 他就在坐骑 挖着喜连勇略后提的时候 在一段图程上尝试把一只马 推进到 喜连勇略的外面 当时那里有个位置 不够位置这样做 他的坐骑 恩怡就踢中了喜连勇略的 喜连勇略不是自己想跪一跪的 而是被田鸡博杀的时候 踢到喜连勇略 后面踢到前面的马的后脚 跑马的东西 你都猜不到你选择了那些马 就是这只踢那只的 也没办法 搞到 田鸡踢到喜连勇略 因为喜连勇略没有跌 就已经很幸运了 搞到自己又失平衡又失地 不要说你失平衡 买了你的朋友也心理不平衡 同时 搞到喜连勇略也严重失了平衡 也造成 跟着喜连勇略的建策群英 我做到就齐齐立比 这一只喜连勇略了 小组罚田鸡 罚也没用 罚有什么用呢 对马迷有什么帮助呢 尤其是那些对赛马 没什么理解力的马迷 只是我名次去决定 那只马跑得好不好 还有什么好说呢 罚都没用的 总之没有派彩就不对 要罚一个赛马日那么大把 拿手板出来 现在差点搞到别人堕马 要罚多久呢 罚一个香港赛马日 哇很重手 其实你相对来说 你现在搞到一抽马 尤其是那只喜连勇略 就差点跌下来的 是不是 搞到几只热门 就全部死了老衬 突然间全部发挥不到水准 那就罚多少大把 罚一个赛马日那么大把 那里牵涉了多少投注额 一个赛马日也很大把 是不是 水蛇春那么长的赛友报告 就罚一个赛马日 搞到这么大一件事出来 因为田泰安被人再罚多六鸡 在衡量过判罚的轻重的时候 小组就认为 田泰安这个不小心的刹骑 是属于第二级 是的 第二级 第二级 如果用电影的准则来说 第二级 就是 所有人都看得这么快的 是不是 影响的情况是属于第三级 哈哈哈 好像去 酒楼那里剔点心指 大点啊 然后呢 如果那个情况 影响的情况 是小点啊 那就再说一次吧 田泰安不小心刹骑的程度呢 第二级就是终点啦 还有影响到其他马 是第三级的 那么小组考虑他以往的 很好的刹骑纪录呢 那就没什么特别啦 罚了六鸡 喜莲勇略啦 那么热啦 差点被人搞到堕马啦 起步没来就已经撞了 350米呢 被检测群鹰在后面拿着脚出来 是不是 就好像别人打功夫那样 勾勾你的脚 踢中了喜莲勇略的后蹄呢 就严重失了平衡 严重失了地 报名呢 就要收慢坐骑呢 田泰安只是付出绿鸡 另外呢 就很大把罚了一天 就搞定了 解决了这件事啦 接着请大家吃个 吃个终点啦 吃个特点啦 好啦 那么说到这纹的投注马呢 哇 报名今天 其实说真的啦 今天方家柏呢 两只赢马的马呢 都是立心缩在内南那里 只是跑一条直线的 智雲大师那只叫做川河首区啦 今天呢 大清眼界就走外面啦 那这只方唐勇士呢 啊 报名都是立心呢 就走入面的哦 上次就吐了一场呢 吐了一场 其实前那几场在高水准那一场跑了嘛 那前一场在沙田 大家都知道这只马是跑快活谷的啦 前一场呢 前一场呢 就在沙田呢 在报名的手上输给什么马 输给气势啦 鑽石升空啦 鱼日升啦 那在沙田都跑了第四呢 其实输一个马位 接着上一场又找智雲大师 吐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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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头 吐了一场 吐了一场都是输两个马位呢 那今天呢 跑回谷草 找回报名呢 立心宿去内南那里呢 就刚刚跑赢了上次内文 跟大家播片的试集 跟大家中了个进步 腾飞呢 就扣成1Q啦 开心宝宝 那今天呢 赢了个快步速之下呢 就 跑过第三啦 其实你拉回来算 46秒那样 就不算是很快的 有点快啦 但是第一段 真的很快的 23.2 所以第一段 其实呢 开心宝宝啊 天竹猫啊 精选威啊 精选威啊 精选威长长都跑得好的嘛 做过手术出来之后呢 精选威都断了 另外胡椒君曹跟到最后都断了 不过升了班 胡椒君曹长长都不行的啦 所以这一只叫做开心宝宝 捱到第三呢 就算是很棒的啦 得道猴王 上次有个好档啦 今天缩在后面呢 都跑回第四的 还有拿位都不是拿得很顺的 在方堂武士后面呢 拿的不是跑得很顺畅呢 最后都跑回第四 输过几码位啦 好啦 今天说回赛后报告啦 方堂武士 立心宿去里面呢 哇 真是赢得很危险啊 哇 真是吃了京风散啊 真的都不够买京风散啊 那进步腾飞呢 今天呢 都追得很厉害啊 上次在四班 赢得都没有马跑啊 那今天呢 其实呢 真是最后那一步呢 才输少少少的 在六百米的时候呢 就在天火同仁呢 这只进步腾飞呢 就互相触碰 失了平衡的哈 开心寶寶没有特别的 得道猴煌 出阶就一样的 尽管早段都队的 但是呢 就没有前速呢 就放前些来跑的 直路弯的时候呢 就在那只方堂武士那里呢 附近有些受困的 好啦 上次失了车的 无限美丽 出阶就一样的 跟着呢 就在天火同仁呢 就撞的 去到三百米的时候呢 去到天火同仁呢 和那只摄在来兰的 方堂武士之间的扎位呢 就跟方堂武士有些作用的 好啦 林祥都有落飞的 連續落了两次飞的了 这是时尚风趣的哈 今天整理了个十二档 我记得 整理了个十二档 缩回后些呢 又输两个几码位 连续落两次飞的了 十二档都照落的哈 嗯 那么 赛后呢 周俊乐和小组说 他说大外档出阶的时尚风趣呢 就赛前预期组段的步速呢 就会快的 所以他收到的order呢 组段就留后来跑这只马的 尝试呢 就跑去内南的 那 座里练马斯又确认呢 有叫他这样跑的哈 是啊 那 天竹猫没有特别啦 比特星没有什么特别的 精选威了 做了手术之后呢 长长跑得好的 五角五角跑到上来三班了 那 你若然以摆前些来走啦 精选威 即是前马房的开心宝宝就没有断啦 是吧 这只精选威反而就断了啦 那霍云星报告啊 座旗在领放之下呢 被开心宝宝一直在逼迫逼迫逼的 这样 追还钱这样 就逼着来跑呢 就不适合这只马的发挥了 所以直路上就已经退了哈 不过说开又说啦 虽然你说精选威做了手术 长长跑得好啦 但是上一场都是 在三班呢 跑入Q呢 那步速都是有点偏慢的 但是今天真的第一段快啦 回来就断啦 那异竞力也没有特别的 胡椒君曹也没有特别的 好了 韦达今天呢 哇 很多马都跑得很差喔 除了海船七幅 起步不久呢 天火同仁已经被人撞了 600米撞完又撞了 就失了平衡的哈 好了 赢马就方堂 没事了 进步腾飞呢 上次说他试习试得好呢 就赢了马啦 潘顿 但是今天潘顿 骑了开心宝宝 但是现在的结果呢 就进步腾飞呢 就过了开心宝宝 那你可不可以说潘顿选错呢 那我又不觉得是的 你说开心宝宝 如果不是跟精选威 扯到头段那么快呢 开心宝宝又未必跑第三的 我自己觉得哈 是啊 得到猴王是输档位啦 好了 那有什么呢 就 又排位了 那都不说那么多了 那么请支持这一门频道 简马有理有据 拒绝信口开河 是啊 希望各位赢多些 在这里